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亲上的女人》 故事一开始,男主是一家拉面馆的老板 店的位置和口碑都还可以,可店里的生意却有些惨淡 生意不好的原因其实老板心里也有点数 店里有一个服务员名叫小明,小明常年被一个女鬼缠住 这个女鬼的上半身和下半身还是分离的 偏偏这些拥有一扬眼的老板都能看见 老板总觉得是因为小明身上的女鬼所以才给店里招来了晦气 只不过老板又不好意思开口辞退小明 因为小明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女鬼 况且他勤快又能干,老板也实在不舍得辞退这么好的员工 时间一长,老板又有了其他的打算 他要曲线救国,帮小明赶走女鬼 这天老板翻看选学书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简单易操作的驱鬼方法 那就是把盐放在锅里翻炒,然后将炒好的盐撒在女鬼的身上 咱说干就干,老板立马来到店里炒了一大锅盐 然后疯狂的往小明身上撒,为了防止万一 他也往自己的身上撒了一些 不一会儿小明身上的女鬼真的不见了 小明转动了几下肩膀,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 小明激动的问老板他是怎么知道这种去除腰酸背痛的偏方的 此时的老板也是惊魂未定 只是拍拍小明的肩膀让他努力工作 第二天店里的生意果然火爆了起来 晚上回去高兴的老板还喝了点小酒庆祝 然后揉了揉肩膀 想着可能是今天生意太忙,所以也有点腰酸背痛 第二天早上老板下床来到洗手间洗漱 却惊讶的发现,那是女鬼竟然铲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老板有些不知所措,赶紧按照原先的方法又炒了一些盐 可这次方法失效了 女鬼好像适应了盐的味道,依然缠着老板 为了摆脱女鬼,老板又升级了配方 炒了一锅辣椒粉 这次果然又把女鬼给赶走了 从此之后,老板每天都要炒一锅辣椒粉 将其撒在身上,以此来保持红货的生意 这天晚上回家,老板梦到女鬼又缠上了自己 并且辣椒粉也失效了 从梦中惊醒的老板感觉不太吉利 就想着赶紧去店里忙活起来 让自己忘掉这档子事 谁知道老板刚走进店门 就看见女鬼又缠在了小明的身上 老板傻眼了 不过这次的她并没有继续驱鬼 大不了就是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糟糕 最后关门大吉而已 自己犯不着惹恼女鬼和她拼命 从这天开始,店里的生意恢复了以前的惨淡 而老板每天看着小明背着那只女鬼 心里也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渐渐的老板喜欢了这种生活 我影响